白羊經典研究學刊第二期 《宣佛說故事》三 島上的四個人 從前在一個島上有四個人 他們的名字分別是 每個人、某個人、其他人和沒有人 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每個人去做 但每個人以為某個人一定會去做 雖然每個人可以做得很好 但到最後是沒有人去做這個工作 某個人後來很生氣 因為那原本是每個人的工作 但每個人卻想其他人會去做 而沒有人知道每個人都沒去做 事情的結局是 每個人都在責怪某個人 現在的道場 是不是也是如此現象? 你本身是不是也犯了 與這四種人同樣的毛病? 是不是也擁有這四種人的習性? 所以看來看去 不是別人的問題 而是你害怕 害怕什麼? 就是這份承擔 好 為什麼要等待別人給你愛 你才知道愛 為什麼要等待別人包容你 你才要學包容 為什麼要等待別人有所改變 你才要改變 為什麼要等待別人給你恩惠 你才甘願施於恩惠 為什麼要等待別人叫你去做 你才懂得怎麼去做 為什麼 為什麼你總是在等待中生存 為什麼要在等待中抱怨一切 有相同的病 而這個病也不知道 是不是該稱呼 該稱讚是你們的優點 那就是 為什麼你不用等待別人教你玩 你就知道怎麼玩